嗨大家好,我是猪老板 上期视频发布了之后 我受到了点小小的逼有症 几百上千条逼有谩骂的消息的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那么本期视频咱们就回应一下 那我的老粉经常说 说看猪老板视频就是土一乐 看视频就是土一乐 然后看评论也是土一乐 那么我的理解 其实我这拍视频这些事情 我就是生一团篝火 然后大家逼有围坐一圈脆脆水 对不对 那没想到昨天这团这个火 它可能是烧得太旺了 引来了很多 其实本来不是我粉丝 就是第一次过来看我视频 就是我讲的很多梗 或者是一些反粉 他根本听不懂 就比如说我说 给外国人挂上VM牌子 那不就没有这个种族歧视 或者国际歧视的问题了吗 这明显是个反粉对吧 但很多人看到自己 开始就对我一通臭骂了 那么我也对我的很多表达 表达不妥的地方 感到非常抱歉 因为我真的是昨天临时起来 我收到这个消息 然后我就开始临时拍了一些 我拍视频 一般唠嗑视频 我是不用稿子的 所以说讲话也是漏洞百出 是不是 那所以说我后来又通过这个文字 就是在我最新动态里边 我梳理一下 就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思路 我的思路其实刚开始 就是开中民意的 说这个明显是个歧视事件 然后说这个网报个人 其实解决不了问题 它深层之原因 还是公私文化的问题 那么在德国这边呢 种族歧视它又是一个红线 那么通常公司 还有德国 它有相关的机构 都是有一套这个救济的途径 那么你可以去投诉 我说那可以去找种 政规途径去投诉 让德国这边就是收到这种反馈 然后他们能够跟进处理 并且就是最后那个 我放的那一段 就是德国新闻联播 那个很多人看不懂 说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想表达 就是说德国 它原先来之前 是很看重这次上海车展的嘛 那么这次搞成这样 那再把这个事情反馈给德国那边 他们一定会严查 或者是严肃处理的 就是宝马的高管 他一定是非常生气 然后要通过内部的系统性的严惩 杜绝以后此类事情的发生的嘛 我其实是这么一个表达思路 那可能我在上期视频里边 我觉得有些地方就没有说好 那这个非常抱歉 那上期这个视频里边 集中有两点对我的这个谩骂 对不对 那第一点的话 就是这个洗地的问题 洗地的问题 我可以跟大家对着我的这个中国护照啊 郑重声明 我那些视频 就宝马mini视频 没有收过宝马的任何一分钱啊 对吧 假如说那些 你说我收钱洗地的人 你拿出相关证据 拿不出的话 那你是不是就涉及这个侮辱诽谤呢 那我们可以去回中国啊 回中国的法庭 我们 我可以回国接受调查 然后假如说你败诉的话 我回国的机票 你把我承担了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我也是 就是好久没有回国了 那对大公司公关 多少有点了解的人 应该知道 这时候宝马中国最好的做法 应该就冷处理 对不对 他怎么会找一个B站上 一个小up主 对吧 来再把这件事情 一个调一调 然后这个up主甚至说 可以把宝马中国 告到这个宝马德国那边去 怎么可能呢 对啊 你们说我逻辑不行的时候 其实也用你们自己的逻辑 来想一想 对不对 那还有一点 就是我被骂的非常多了 就是说是 讲这个不要网报 那两个女生的问题 对不对 其实不要网报这个事情 是我仔细学习的 上级文件精神的时候结果 你打开B站 是来打开 他上面都是说 要专项打击网报的行动 对不对 我作为一个up主 我不可能说是 支持大家去网报那两个女生 这个是第一 就立场上 是不可能去主张支持网报的 那第二点呢 就这个事情 我觉得还是有些疑点 在这个疑点解开之前 就直接把这个火力 都集中到那两个女生身上去 这个行为好不好 因为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是隐约提到 听到就那女生 她有讲说什么APP 相关的事情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不是单单纯纯 那个人的从阳媚外的行为 它是跟上级的一些指令 是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但我说这个指令 上级肯定不会明确的说 说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只给外国人 不给中国人之类的 但是 就是 它肯定也是一种职务的行为 对不对 那大家批判这个什么 从阳媚外 我坚决支持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这个火力 集中到这个世上 而不是集中到这个个人上 那么大家想要情绪输出 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有人说 我为什么在假装李宗克之类的 这可能就是跟我自己学的 专业有王 我是学法律的 所以说遇到这种事情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些 救济途径 看能不能通过一些程序 那么去通过申诉 来让这个事情真的是被 被进入一个case 就是立案了之后 他们会真正会跟进 最后得到一个反馈结果的 那这一套程序在德国 也是真的管用的 因为我前一期视频里边 我就讲到在中国 在德国 假如遇到歧视问题 你该找哪些部门去投诉 对不对 那最后我也是帮一些中国同胞 其实是有维权成功 那这是我的初心 而不是说 我要过来跟大家说 站在个道德高地 假装伪装 那个什么李宗克之类的 那视频最后我再强调一下 我是坚定的左翼立场 我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 最后在上期视频最后 我就放了一个说 一切歧视终交神之以法 竟然还有人看不懂 然后过来问我这啥意思 然后又说 我为什么要用无精的图像 我说那是无精的替身 然后他又说 不能用神之以法的梗 但是这个梗不是 这个B站上到处来用吗 并且他要替身演员 本人也入出B站了 我觉得反正不要太离谱 那上期视频里 还有些评论跟我对象 说他是这个国家主人 而我是狗 是羊 是情类 那我就纳闷了 大家都是中国人 说好的 中国人不起是中国人 其实昨天我也算 小小的经历了一轮软爆 那么我的心情 多少次也受点影响的 但是作为一个博主 其实心理成功能力 多少还是比普通人强一点的 所以我在想 普通人遇到这种事情 可能是真的不太扛得住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的视频频道 老粉都知道 主要是拍一些 德国历史相关的 那么里面可能会谈到很多 得二十得三十对吧 那么所以说 我深知这种民粹主义的危害 我觉得一定要警惕这个 因为正是本来那么大的德国 对吧 被民粹主义搞得 变得那么小的德国 现在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 大家看我墙后边之后 也是在纳粹时期 被关心牢里的 然后纳粹之后 才放出来的 然后坚定了 反法院主义战士 左翼同志 所以说 那这也是代表了 我频道的 坚定的反歧视的立场 那么但是 还是有很多 关心我的朋友 说这种题材 以后还是不要去碰了 那么以后 肯定是要更加慎重 以后这种题材 能不拍就不拍 因为这些流量 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流量 因为这些都是 尽情绪输出的 它们根本是 就并不是我原先的 一些受众 对不对 那我后面还是拍一些 就是老粉爱看的一些视频 下期我们可能去拍个 旅行vlog之类的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